那再來是農藝七月為什麼抓交替 你才會不是補你的薪水 不是補你的錢 是補你的機會 補你的運氣 我們波老師要上課囉 七月不能隔夜 就是在晚上曬衣服 那是因為大暑的關係 跟天氣有關的 大暑 潮濕嗎 大暑的時候 晚上會有很大的霧氣 表示明天會有大太炒天氣 所以晚上的霧氣會濃到整個城市 那你把衣服曬在外面會怎樣 它會吸那個潮濕 露水 不會蒸發出去 你隔天穿著那件衣服的時候 你的鼻子嗅覺聞到那個潮濕味的時候 人會省省的 所以人家就會說你卡到你 你怎麼一整天都沒有精神 那你就說好啊 要去那個 想要洗澡 對 那就要來 對 好 那再來是農藝七月 為什麼抓交際 這麼的盛行 就是晚上的時候 因為 當鬼門開的時候 所有的鬼都會出來 會有一種鬼叫什麼 氣死鬼 不是 叫不怕死的鬼 他們今天出來就是要去找亂的 不怕死第二次的鬼 今天有個犯罪者出來 他就是想在犯罪 他又不怕自己被關多久 死心不敢 對啊 反正都會被關 啊有的鬼他比較好 他就去吃東西 然後去那個 去找那個佛祖 念經 有的鬼會去念經 他會讓自己的 就是 調整自己 讓自己越來越好 就是 鬼主會引助他 就是 離開鬼店 就是 去 比如說 做他的兵馬 或者是 猜死 馬褲也會 或者是 化身著一隻馬 或者是 老虎 就好 要到媽咪也是 所以 鬼出來之後 會有很多不同的形態 如果自己八字夠硬 就是我們講的 命夠硬的話 他們是沒有辦法動的 為什麼要累積福報 原因是 不是什麼 我拿個一萬塊 兩萬塊 給他 請他們去做法會 不是這種想法 為什麼 那個就有點像 一天吃便當 跟每天吃便當 是什麼意思 每天才能火 你才一天而已 對不對 你第二天就不掉了 所以福報要留下來 是不是 是要經營的 你今天種一顆樹 你不用經營它 你不用焦花 灌水 你不用收成 再重新 對不對 重新 再種 對 它就是一個過程 一個過程 一個過程 所以為什麼每個月要放發會 就是要讓你們累積這些福報 讓我們這些眾神知道 你已經 確確實指了 相信他幾位的神明 會願意幫他們 我們這時候 才會發落兵 這樣去做 他們該做的事情 福報是需要累積的 然後在 福報沒有你們想像中 那麼好累積 你們不要以為什麼 報名個三個月半年一年 福報就很大 並沒有 那個福報是要 一年一年一年 你的行為跟你的內心 都是要善你 這時候福報才會大 福報大的人有什麼好處 貴人多 不至少 到底是什麼 神明願意幫 神明為什麼只願意幫有福報的人 因為這樣才不會出半天聊 神明去幫沒有福報的人 只會出半天聊 除非什麼 陰兵陰降陰鬼 或者是妖魔鬼怪 他不怕天聊 因為 天兵天下來 他就跟他打了 你有什麼條 跟我沒有關係 反正我今天這個人 我要定 為什麼 我幫他 他命沒了 你就可以拿取他的命 人有時候叫貪 貪是一個面 這個面很可怕 比如說今天 你去拜一個佛門 假假死人 這個佛門是屬於比較誇張的 比如說 你可以職業成果 你可以很快速的建立起你的事業 你可以很好的做發達事業 你可以快速的累積你的財富 可是相對著 有一句話叫什麼 遇數則不達 為什麼 房子如果明明就是要蓋十年 半年就蓋錢 這個房子會怎麼樣 貨紙紮 對 就是什麼 你住在裡面 沒有被地震壓死也會怎麼樣 你會台風間可能他就會吹光 你會可能地層下跡 導致你被壓死 所以為什麼人要有五步的東西 住大 住幹就粗 住幹會紮根 所以你不怕強風大雨 你不怕地震 就算有人今天要來在裡面 你也是美麗的脖子 這個是一個福報的象徵 草人交災其實就是在累積福報 這個時候一定會有人說 草人交災不是在讓自己的惡運 就是被排解掉 讓那個草人受罪 對不對 這個草人會替你受這個罪 這個東西也要用福報來管 你以為神明說來我幫你福報就沒有 你今天去銀行你跟他要錢 你看他會不會給你 他可能是福報服裝 對啊 好再來一點是草人交災 為什麼是福報 草人交災之所以是福報 是因為你把你的福報 頂替了就是這個草人 這個草人其實就是你的福報 你的福報 你把你的福報 化解了你的 就是一些災難 用福報來化解自己的災難 這個時候會怎樣 你的福報就會減少 但是你不會指示 人平安就是福 所以今天你錢太多 你不花這些錢也是別人的 為什麼 因為你把錢存在銀行 那個錢是你的福報 只是你隨時可以把它領出來用 可是你一輩子都不領會怎樣 你死的這些錢也是給銀行 不是嗎 是 對啊 所以人家的財就是什麼 累積的東西要花 你怎麼花是你的快樂 但是一定要什麼 很理財 理財是什麼 以福報的理財來說就是 要懂得什麼 因應福報也要懂得捨去福報 有所必有的 好再來第二個是圓法會 對 圓法會不是只有球感情才要發 圓法會是每個人都一定要報名的法會 為什麼 因為你眼睛打開 看到自己 自己是什麼 人 對 你出去會看到什麼 人 對 所以圓很重要 所有的事業都是因人而起的 你今天做一個晶片 你要不要有人用 要 你今天做一台車 要不要有人開 要 你今天做一台火車 要不要有人做 要 你今天弄汽油 要不要有人買 要 你今天去挖黃金 要不要有人跟你買 要 對 這一切的所有 都是跟我們有關 需要一個團隊 去做這件事情 這時候會怎樣 產生掉 這個就跟古爸的原因一樣 再來是補財庫 大多人都把八字的財庫就是什麼 你個人財庫 想成是這裡的財庫 其實是不完全的 為什麼 講好聽一點 就是你們會知道字面上的意思 看你的沒有財庫 你要補財庫 對不對 你這時候心裡會不會慌 很慌 我是不是沒有錢 我是不是賺不了什麼 這個時候要怎麼賺錢 為什麼要補財庫 因為 除不了錢 跟錢沒有關係 財庫 財庫的財 跟你們人世間的錢 是不完全的 它是完全沒有關係 今天你補財 補的是什麼 補的不是你們的錢 也不是福報 這是你們講的運 人家說什麼 十成有九成實力 一成運 沒有那一成運 沒有九成實力也沒有用 有很多人是怎樣 做了一輩子很厲害的工夫 死掉的時候 剛好發達了 那個時候才運載 那你覺得那個運有用嗎 沒有 因為他已經明天就 就個屁了 他就來建國了 但如果你今天是在年輕的時候 得到了那個運 那你覺得呢 是不是我們就 飛黃騰達 這時候就可以享受什麼 人間享受 享受運帶來的成果 所以補財庫補的就是運 運氣的運 再來是什麼 就是神的幫忙 就是我們這些 太子會的眾生命的幫忙 補財庫不是補你的薪水 不是補你的錢 是補你的機會 補你的運氣 今天你在一個地方工作 怎麼樣都出不了天的時候怎麼辦 其實需要人家拉你 今天你在水裡泡著 泡久了會怎樣 會不開心嘛 要知道是不是需要有個人 丟個繩子 來我拉你起來 還有一個是什麼 寵物把揮 那個就是跟寵物有關的 那個含義最好 好 那再來就是講天色日了 天色日就像你剛才有講 那幾個時間 以前是日皇大帝會下來 凡間巡視 就有點像以前皇上會怎樣 初巡 黃上會初巡 他想要去理解 你們的平民百姓過得如何 所以 每年都會有一定的時間 日皇大帝會下來 不是只有日皇大帝下來 很多官都會下來的巡視 發露財神啊 或者是什麼 上面的官都會下來看 另外為什麼 要去了解民間疾苦 發生了什麼事情 事好就給你赦罪 事壞就懲罰善惡 東西是蠻多的 所以天色日請太子會的神明 做主向日皇大帝做一個請求 就跟你們房間 這個是一個劍 我們要把這個劍送到上面去 然後由上面的文官去做評判 這是我們講的散惡 會有一種明點 還有什麼 好人就會射罪 把罪射了就會怎樣 散罪 為什麼 因為他平衡 那你不自嘴 今天你出了一個車禍 然後配了罪錢 兩百萬 是不是破產 但今天你的兩百 你的這個車禍被避免 你心裡會怎麼樣 好險 有賺了兩百萬 對不對 好險 好險我沒有把兩百萬換出去 這是賺錢 對 賺啊 對不對 所以 補財富的財運 永遠都不是補你的錢 也是補你的貢富的財富 知道嗎 知道 冤枉最大的 所以才會叫所有人去報名 因為 補財富的功德 真的會補財感 很難 所以才會叫所有人去報名 因為補財富的功德 真的會補財感 他就是找 他就是找 他這樣好不好 這叫月益神 這等一下要加持人 然後還有這個行車符 這是由神駕 親自化銜 月益神 跟行車符就是由我們的金炸 他說指示 讓大家可以在每個月節約 就是每個月的好運 神明自己安排 行車符放在自己的車上 或者是摩托車上 或者是你工作的車上 一個月一次 一定要記住 如果你是十月節約的 十一月這個東西就沒有用了 他真的就是好看 所以你一定要每個月都去節約 好嗎